你好 現在來開始介紹我們和聯智慧家庭 來 請跟我來 開始從這個門進入我們和聯智慧家庭的領域 這個門是人臉辨識 所以他會看我的臉 就知道門鎖 來 請進 進到這個門 他已經知道我進來了 所以說 你看 冷氣開起來了 那邊燈 空氣清潔機 我們的家電 還有窗簾 還有你後面這個閃燈全部都會開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所謂的智慧家庭 就是在我們和聯智慧產的 智慧雲端 廚師機 電風扇 空氣清潔機 空調 這些智能家電組合起來 那配合剛剛那個鎖 我們的智慧鎖 它其實不是一般的智慧鎖 它可以辨別你的身份 因此它除了身份辨識之道 之後呢 它就會 針對你喜歡的一個環境 幫你把家電開起來 那這就是所謂的情境 但事實上 我們和聯是屬於AIoT 也就是屬於人工智慧的方式 我們已經把自己 把你這個人的 喜好都記錄起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講說 我是什麼模式 當然 回到家之後 所謂的雲端空調 跟雲端家電的特色 就是 不需要你拿遙控 所以說 既然不需要你拿遙控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聲控 所以說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雲端聲控管家 就是這個小小的娃娃 跟這台電視 這個就是我們雲端的環境控控中心 在這個智慧電視裡面 你們可以了解到家裡面這個空間 它所有的環境係數 跟它所連線的裝置 而你在家裡面 只要跟它講 把它叫出來 就是我們這個雄賀娃娃 你好雄賀 空調關機 它就會幫我把冷氣關起來 而且剛用主 它還會告訴你說 有沒有陌生的奶 所以說 真正我們今天要做雲端空調 就是為了要方便 雲端空調其實事實上最基本的就是 就是你的手機 你在外面你可以用手機控制你所有的家電 可是你到家裡面 我們就想到 怎麼樣比手機還要方便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環控中心 我們把自己想要的狀況告訴自己 輸入裡面 你好雄賀 下雨了 下雨了 因為下雨了 它就會告訴我 出自機雲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告訴你 我想要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相當的 相當的有智慧家 這個門鎖它支援幾種的開門方式 一 門鎖 就是你的人臉辨識 人臉 第二個 密碼 密碼 指紋 指紋 電腦卡 NFC 有一種電腦叫NFC 不是 它可以發生 它可能會在你YOLO卡裡面 也可能在你的手機裡面 OK 所以手機可以用NFC 然後還有就是手機的遠端開門 因為它是雲端嘛 所以你手機還可以用APP雲端開門 OK 跟你剛剛看到的 用電視開門 嗯 總共有八種 用八種 對 那主要我們的創新點是因為 我們透過我們手機物聯網的結合 讓手機成為台灣第一支 要讓鎖成為台灣第一支 可以開冷氣的能鎖 嗯嗯嗯 都串在一起 對 OK 因為都是我們自己 研發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出來 所以 它可以設定成 我開門進去之後 然後啟動特定的家電 執行某些動作 沒錯 那也相對的 我出門 也可以做某些動作 出門不行啊 這是進門的 你看一看 從這個鎖是這樣子 他是管你的所有的身份 嗯 他不是決定說 你這個人是可以進來 還是不可以進來 他是每一個身份都管制著 嗯 所以說 不同的人 你的家電喜好是不一樣的 嗯 所以不同的人從這個鎖進來 他裡面的家電 是不一樣的動作 所以他 這樣子變成說 假設 老公進來了 是一個設定 老婆進來又改了一次設定 對 那就是自己 老公老婆要協調好 嗯嗯 老公喜歡 老公喜歡25度 老婆喜歡23度 那就誰進門 就是誰的度數 或者是說 今天可以是 哥哥進門了 開哥哥房間了 弟弟進門 開弟弟房間 都是做得到的 因為我們就是 以身份為主 嗯哼